随着狼队3-0凌风A技 Fly终于不用当S组最菜编路了 Fly在本赛季前面的表现确实不算太好 不少观众都在说 Fly已经是S组最菜的编路 再打下去要晚节不保了 包括赛前的评论席 黄超也说了Fly的问题 就是Fly现在有可能在队里面 没有办法跟其他S组的编路 比如说百瘦坦然 跟他们这种编路进行一个节奏上的队位 我不是指一个队线 队线上大家还是差不多的 主要是围绕团队节奏上的一个队位 有很多情况下 我是有看到Fly的一个坦边 在探视野的过程当中被平脉无辜的消耗 或者说他是恋战 恋战没有走导致于自己的阵亡 Fly前面的比赛打的确实不好 面对任何一个S组的编路都很难占到便宜 但是打A技面对新人一安的时候 他的状态又回来了 第一局的夏侯敦 开局第一波就一闪控住了伊诺的公孙黎 配合队友完成击杀 如果把ID遮住的话 甚至不少人会以为这是坦然的操作 第三局Fly拿出了关羽 中期有一波完美绕后 推到三个人的操作 真的是好久没见过这样的Fly了 总有人说Fly是S组最菜的编路 但这场比赛打完之后 他最起码证明了自己是比一安强的 Fly这个人很难取评价 有的时候觉得他很强 完全还能打 但有的时候又觉得他老了 不太行了 如果按照本赛季前半段的比赛来说 Fly可能真的到了退居二线的时候 但是看了打A技的比赛 又感觉Fly还能继续打下去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点就是小胖 不配吃饭这个梗已经火遍了整个KPL 几乎所有人都拿这个来开玩笑 而小胖本人也不避讳 在赛后自己带起了自己的节奏 狼队战上A技之后 已经确定留在了S组 Fly采访的时候也说了 目标就是拿到胜者组 多一个复活甲 狼队如今的实力虽然比不上去年 但小胖首发之后 队伍的磨合确实也越来越好了 赛季还很漫长 狼队到底能达到怎样的上限 还真不好说 但胜者组也不是没有希望啊